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重视和赞赏 易门南韩总理对中巴关系 和中巴经济走廊所做的积极表态 大家十分清楚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伙伴 我们愿意同巴基斯坦新政府携手努力 继续增进各领域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和我们关系 取得更大的发展 首先在这个场合 把蔡英文称呼为总统是不合适的 我愿意提醒了一下 台湾当局领导人 借各种各样的由头在国际上串访 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 我们已经向有关国家表明了我们的严真立场 我们也一向反对有关国家 为台湾